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19日深夜公告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现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 理事会主任刘史余同志涉嫌维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这不是单纯的反弹新闻,而是与目前中共高层的惨烈斗争有关 而且涉及中美贸易战,也是为习近平捍卫自己权位的重大反击战举措 刘史余1987年就在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任职,可谓江泽民与朱镕基的老部下 以后的仕途都在金融机构工作,一直到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可以说是朱镕基的人马 而这次中美贸易战习近平的盲动,偏执,也以朱镕基在国务院的人马反弹最为强烈 朱镕基的爱将,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楼继伟,今年3月被不正常退休 就是因为他公开批评习近平的极左政策 而楼继伟曾经是刘史余所在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上司副主任 财经官员或被清洗 刘史余是今年1月由证监会主席调任新职 两个职务虽然同是部级机构 然而证监会的重要性显然演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而楼在证监会兼任党委书记 在新职却只是党组副书记 降职的情况很明显 而这次需要深夜对刘史余主动投案发出公告 显示其紧迫性 因此应该还有后招 从公告仍然称呼刘史余为统治 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证监会主席如果贪污 绝对不会是小数字 然而中细委对他如此客气 合理推测他已经反戈一击有功 可能转为污点证人 公告也说他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批财经官员被清洗 与清算 朱镜与清算 朱镕基退休后 其财经人马的大管家是王岐山 习近平上台后的反腐败 没有动过朱镕基的人马 因为王岐山作为1980年代的改革四君子之一 六四屠杀后是在朱镕基保护下过关 并且得到重用 目前中共高层不论经济学识还是能力 无人超越王岐山 他还有美国的人脉 因此也只有他最有资格批评习近平对美政策 王岐山现在已经不是中纪委书记 在习近平拉高对美帝斗争的态势时 也必然要向王岐山开战 收拾朱镕基 王岐山这条线上的人马 习近平不久前第二次推翻中美达成的协议 导致特朗普提高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 习近平在内部做出决定后 估计高层爆发了新一轮的斗争 这可以从4月下旬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先后在自己老家江西吉安与江苏扬州现身 前总理温家宝也在5.12大地震 11周年前夕在汶川出现可见端倪 因为他们都是习近平的政坛对手 然后是江 诸时代主管外贸谈判的前副总理 无疑计组的照片在网络流传 而这是两年前的照片 此时流传显然是针对习近平对美关系的无能与措施 在习近平赶到四面楚歌时 在5月13日召开本来是月底才开的政治局会议 并且连夜宣布对美国的反击措施 其实质目的是先发制人 把政治局拖下水为其赖账背书 然后在全国掀起反对美帝的狂热 连半个多世纪前的抗美援朝旧电影 也连日在央视的黄金时间播出 使人恍如隔世 5月20日一早 中美将恢复谈判的消息 由新华社发出 刺激各地股票早逝 然而不久澄清这是去年的旧新闻 旧新闻能够在新华社的平台发出 不排除党内斗争将在宣传等各个领域扩散 而各大媒体与网站立即转载 亦可看出民之所欲 习近平已掀起反日的民族主义浪潮上台 现在掀起反美的民族主义浪潮 真的可以巩固他的权位 还是他的回光返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